哇哦 nice head 嘿 what go over please you have guesses what 嘿 干嘛 你干嘛呢 what did you say 这两个姑娘是陪我们的 啊 啊 啊 神放真觉啊 这电视剧演不下去了 怎么这些人都在调查自己啊 就不能给自己留点隐私吗 这一演赏大哥一看 就是调查了神放很久 竟然就因为一杯酒 就开始怀疑神放了 胡队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从战场上检查病回来的人 兄弟们在战场上死了的 一人二十大洋就打发 能活着回来的 也就给你俩冲奖战 我明白了 胡队长 怕我不是自己人 是不是自己人走着瞧 哇哦 nice head 嘿 what go away please you have dances why 嘿 你干嘛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我就是说 这两个姑娘是陪我们的 投资里被打了 他是美国人 这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自己人爱打就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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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审放的机会来了 美兵欺负中国女孩 还打自己的兄弟 燕赏大哥不是不相信自己吗 现在就可以证明了 虽燕这场架很没必要打 但是一切都在审放的计划中 只要追厂架过后 燕赏大哥就会相信自己是内部的人 不过还是抱歉啊 罗兄 别处理着麻烦了 行了 你也是为自己兄弟出头嘛 再说美国人平时也拔护惯了 打两下 让他们长长记性也好 在武厅大闹一场后 又是罗处长花钱早言才平息了这件事 还真别说 罗处长这人还是很懂质 又拿了一千美金给沈方 让沈方就把武厅损坏的东西赔了 面子上一定要做主 沈方觉得处长很大肚 但是还并不知道处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沈方是不是总在你这借钱啊 我劝您就别借给他了 就他那个毒法 那就是个无底洞 又不懂了 他借的越多越好 沈方是沈林的弟弟 中统内部调查是沈林负责的 所以沈方玩的越大 对咱们越有好处 这边大哥还载不间断的监视沈方 但是根本没什么发现 监视到沈方不是去喝酒赌博 就是去跳舞 什么异样都没有 沈老弟 你这结婚喜宴的日子应该定的差不多了吧 到时候罗兄一定要捧场 那是肯定 一份大礼少不了你 那我先多谢 沈方要曼丽陪着厨长喝酒 可是厨长生意来了 就把曼丽支开了 很显然是比较秘密的生意交易 沈方也从曼丽这里获得了信息 想着要去查清 悄无声息的就把曼丽支开了 没想到什么 人生有太多事情 没想到 我也一样 不过没关系 不管以后人生怎么样 我还当你是朋友 只要你这样想 我也是你朋友 来 吴队长 我在这儿了吗 对 都在这儿 郭连生居然和吴队长认识 是 他是叛徒 可为什么所有行动 都由中统在出道 那军统跟郭连生接触 是在做什么 拿着 你的 注意了 把口风给我把演了 封存 这 这是自然 吴队长 您放心 谢谢吴队长 吴队长这几天 晚上都没怎么睡好觉吧 瑞兴商行 荣盛贸易 新发公司 这几个地方 它是来回来去的车档 怎么罗兄 这几单生意 赚了不少吧 沈放终于在私底下查清除了处长的生意 而负责生意接头的几个人 还有沈放的共党同伴 但是出现了一个内鬼 沈放必须借处长的手把这个内鬼除掉 于是沈放就用急降法 让处长同意自己加入他的生意 还威胁处长说 要是不让自己一起赚钱 就去告发处长 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能轻易的失去 不管谁在等我的龙 罗兄的意思是 现在投入的人是我 那得看你 还得是沈放呢 沈放说自己私自去调查 就是想看看处长的生意安不安全 自己的本意也只是想加入这个生意 自己又结婚了 没钱 沈放还说处长现在的生意漏洞太多了 只要让自己加入 就能保证这生意万无一失 处长心动了 我挑明了说 第一 我觉得罗兄说得很对 现在的民国与往日不同 不管做什么 只要有了钱 所有的问题都不成问题 其次 近几年我那个大哥属敌太多 我这个做弟弟的 也想为他找条退路 罗兄还记得老虎桥监狱吗 记得 审查期间 我就被关在那儿 为什么不能利用老虎桥监狱呢 货物从浦口码头 直接运出 送到老虎桥监狱的仓库 所有的交易都在那里完成 根本没人能想到 这招好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老虎桥监狱里面的人 全都是日委时期的老人 这里面的关节 我审放 能想办法 什么条件 不能总跟你借钱 所以我要当股东 要多少 别人要多少我不管 我这边 一场 不过分吧 这个就是你当初的借条 沈方 沈方成功地加入了处长的生意 也终于有机会去调查 到底谁是那鬼了 沈方开始慢慢试探这几个人 还用之前小警察留下的密码暗号去联系他们 沈方正在慢慢地布局 他知道一定要谨慎 就算知道了那鬼 也只有接到杀眼 这是汪洪涛留下的密码方式 在规定版本的《红楼梦》里 找出需要的字 将页码和对应的行列数字写在纸上 这样对方可以通过这些数字 翻译出情报内容 外人无从知晓 这是沈方做的情报 分成了三份 内容是有特殊情况 组织的人 需要他们帮忙预定酒店房间 开展活动 但是时间和酒店的名字 是三个不同版本 周达元对应的 是圣元宾馆 郭连生对应的 是洪达旅盛 钱碧梁对应的 是圣元宾馆 吉祥渔馆 沈方要看看 丢下去这个石子 在那三个人中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现在沈方已经把鱼尔放下了 就等着大鱼上钩 沈方还吩咐小弟 说明天有几个宾馆会发生事情 让小弟都管住一下 有情况随时向他汇报 沈方心想 只要大哥那边派盐去搜查一个宾馆 那么负责这个宾馆的街头盐 就是那鬼 必须要除掉他 刚刚从南京站行动队传来消息 说中统有人在白夏区 红达旅社进行了一次搜捕行动 但结果是消息错误 据说并没有抓到人 继续坚实 有任何情况及时想回报 是 其他两人都没反应 而红达旅社对应的 正是郭连生 这是叛徒出现了 可除掉叛徒 却不是开一枪 打一颗子弹那么简单 任何事情都不能让自己暴露 这下沈方可抓住把柄了 直接找处长讨说法 说自己是诚心加入处长的生意 没想到处长竟言社局害自己 处长听得一头雾水 赶紧问怎么回事 沈方就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说自己准备去街头 就差点被大哥那边也抓了 说生意里有那鬼 不仅在和处长这边合作 还在和大哥那边合作 走 总统那边的消息 说郭连生是他们测缓过来的中工县人 总统控制他们 是为了挖出潜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 好个郭连生啊 居然两头满 之前我也查过 前一段时间 郭连生经手的一批货物去向不明 我想 他应该是在跟咱们做生意的同时 也在和其他人做生意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 那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 那咱们就把这个共产党 给抓起来 抓他 我觉得不合适 他现在已经是总统的线人了 我们这么行动 恐怕不太像话 有什么不合适啊 抓捕共党分子 不就是我们军统的职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